今天是對打比賽的第三天 今天的戰術目標是能少丟分就少丟分 戰略目標是看能不能進四強 技術式的追求不高 加油 法愛現在已經去熱身了 法愛他會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他是我們隊上兩位都必須要兼顧家計的選手之一 現在他必須要每天勞心勞力的工作才有辦法維持生活 我聽說他好像打兩份工 待會再問一下 今天他也是跨了兩個量級上來打的 我們現在下去看看他怎麼熱身 等等 他還是會比較特別的 跟他一樣 他還是會比較特別的 他還是會比較多的 還會比較好 一天 好 沒有 常識不是 體力還關我 很好 抓到 抓到 之後 回到 我們現在比賽已經結束了 現在來吃中餐叫的是熊貓 我們叫的是一間泰式料理 已經送到了 但是我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上面寫著打拋珠 我們點了一下 點過來一看 來俊明麻煩幫我打開一下 有這個打拋珠 他果然是打拋珠 沒有飯 對 但是他沒有白飯 蛤 我們是不太清楚新北市人是不是這樣子吃的 但是我很肯定新竹人是不是這樣吃的 我們習慣配白飯 後來review一下發現其實要點套餐才對 但是 說這樣子一個好像多少錢 一百五嗎 這樣子一個一百五左右嗎 一百五左右嗎 對 然後一百五我買了一百五東西吃不到白飯 總覺得有一點匪夷所思 對 如果那個 新北的朋友如果 就是 對這個方面有什麼建議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 今天燈開的倒是比較早一點 昨天前兩天都是8點才開燈 現在7點不到就開燈 好 嗨大家早 今天是全運會的最後一天 看起來那個場館應該都是 完全沒有人的 今天場館這邊目前只有我一個人 也難怪 現在還不到7點鐘 各位選手應該還是在吃早餐準備出發吧 對 今天是全運會的最後一天 比的是 男子跟女子的 7量跟8量 這兩個量級呢 算是跆旋道的那個最高量級 尤其是8量級 他是87公斤以上 男生要在87公斤以上 但是是無上限的 所以你可能打到100多公斤的都沒有可能 比方說我們的 大牛同學 大牛同學他就是 超過120公斤 上去遇到其他人的話 有一個越級打怪的男學 我們來看一下他今天有沒有什麼好表現 男子第7量級的話會比較特別一點 他的體重沒那麼重 但是普遍身高都非常的高 其實在國際上的話 這種量級 沒有19都 沒有19都不太好打 這個是一個玩高度與力度的 8量是力量的頂尖對決 任何的小技巧小聰明在8量的王者面前 都無足輕重 然後現在就等大小牛過來 會合 準備下去熱身了 他們應該還要 再半個小時吧 最快要半個小時才會到會場 那我帶回去附近看看有什麼好吃的 順便吃一下早餐 常觀念不能飲食 只能出去吃 希望他們今天有好的表現 剛剛看了一下籤表 牛可能也是會在八橋遇到 伯手 拭目以待 新主持 加油 來 你就來這邊了 來啦 你要上台 包帳 直接給你抽了 去 好 來不及了啊 白雷 進去 啊 來不及啦 我真的還看不出來 沒什麼打法 真的就是 對 沒錯 還有 然後 那個打法比較像是輕量式的打法 只能忘記傳給 也沒什麼參考價值 對啊 來 好 小心喔 踩到上端喔 欸 很好 找機會找機會 掛 上端 掛 好 嘿 嘿 好 OK 今天拳運會第四天 我們新竹市的兩位兄弟打 非常意外 竟然都在首輪出局 非常的可惜 兩位都還年輕 一個十八歲 一個十九歲 都還年輕 以後還蠻有機會的 那 有什麼話要跟那個 學弟妹說的嗎 以後動作 要用腰部更多一點的力量 基本動作啦 對 那 喂 八亮之王啊 哇 千錶好得過得了 好 很榮幸能夠擔任這次代表隊的主帥 與各位年輕選手並肩作戰 即使資源有限 即使倉促成軍 還是打出了精彩的一仗 教練以你們為榮 新竹市110年全運會代表隊即日解散 希望兩年後的全運會 還可以一起為新竹市爭光 謝謝大家 主帥 這一生 舞會